現在就到了打磨的階段了 每條木師傅都會把它打磨到很平滑 一方面可以美觀 另一方面就是安全 不會有木刺慘到手 甚至乎門邊的門教都要設計得一絲不久 要令屋主出入都平安 門是很重要的 所以師傅每一個細節都做得很好 很仔細的 這樣才可以做到一隻令屋主滿意的門 原來安裝一個門教 需要利用門框的毛板來對齊 這樣每次安裝的時候才不會有虛位 好 剛才莊師傅把毛放上去 門教的位置是完全一樣的 這方面方便可以安裝一個門教 因為如果你經常量量量量 就比較慢一點 如果有個毛套進去安裝的話 就不會是完全一樣的 即是假如我們安裝一個門教 沒有虛位 現在就等Steven來示範一下 之後師傅會把門安裝在原位 小舟結封 小心 調查一下 好 請便宜 打開 於是 打開 出色 可 2 3 4 4 7 8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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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停地震 會震得不快 如果是普通震 沒震的話 即是有鑽兼鑽的功能 可以震入床 會比較快 這些金屬應該是大很多的 有很多的 那有這麼多款 有什麼分別呢 這些是一般 視乎你的用途 這些是震孔 這些是把牆的石小牆打破 打破豬 打破穴 打破地面 打破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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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尺乎你用的地方大而小 這些又大而小 這些又大而小 那這塊刀的物體是用的 用什麼 我們是建的石屎磚 就一直震一路震 就像你蓋地板一樣 就是浴室那些地方那些磁書 那些是用的 就像無機靈地震碎 拿走它 我都幾方便 因為一般來說 你用這些機 用普通的鑽 就以前途 它是特別功能 給你用 即是高效率 即是如果我家要換地板磁磚 就租房子這個機 就很快就搞定了 不用像源氏在那裡鑽 一般會損壞的東西 一般你會這樣鑽 那好吧 下次我來 記得找老大 幫我租房子這個機 賞